疫情结束升温 台中是时间的医院 也配合政府启动快筛站 但每天的筛检工作量庞大 为了提升医护诊员的 裁检安全性和效率 台中一家海鲜医院 是引进中部首座 镇压式减疫情 通过里头的镇压跟恒温设计 让裁检人员不易感染 也不必在研制下 穿着厚重的防护衣作戒 来减轻医护诊员的压力 裁检员隔着快筛隔板 示范替民众裁检 不过长时间在户外 医护人员顶着艳阳 穿着厚重的防护衣作业 没几分钟就全身汗 相当辛苦 而为了提升裁检员的 安全和舒适度 沙鹿光田医院 引进由工研院研发的 镇压式检疫庭 疏解医护工作的压力 就是全身的防护 甚至挂到这个Angel的口罩 都不能呼吸 所以一个早上或一个下午下来 三四个小时 人是受不了的 所以总院长认为 员工是我们最大的资产 所以就不惜拒之 然后买了这个 镇压式的检疫庭 相较于一般的快筛隔板 镇压式检疫庭 除了里头有空调 能稳定温度外 镇压的设计 让空气只能由内往外送 全程与民众临接触 也减少医护感染的风险 大瓜大甲还有沙鹿这边各有一个检疫庭 那它的优点是这样子 第一个不必要穿那么厚重的隔离衣 所以比较舒服 第二个里面是有镇压的 所以比较安全 员工不会引起我们的一个伤害 而且里面呢 很体贴的竟然有空调 所以在我们里面呢 不会觉得很闷热 那整个防护设备也做得非常的好 所以我们可以很方便的 也很安心的 在这个所谓的镇压的这一个筛检中心呢 能够帮这个社群的民众筛检 裁检完后 医护人员会再向裁检手套 喷洒酒精做消毒 来确保民众使用上的安全 海鲜光铁医院迎进中部首间的 镇压式检疫庭 要透过新型的设备进驻 不断强化和维持稳定的医护能量 记者浪文台中采访报导